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的数不过来 说起这些大英雄 个个是武艺高强 一副当官 万夫冒开 他们在战场上纵横持成 来去自如 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地 这些英雄人物都有一个标配的东西 那就是属于自己的兵器 这些兵器在后人的传说中 动辄百十斤 甚至几百斤上千斤 那么在中国古代 武将的兵器真的有那么重吗 我们先来看看官二爷和张飞 传说中的青龙燕月刀和杖八长矛的重量 一个是八十二斤 一个是五十斤 后来经过专家们考证 再换算成我们现在的重量标准 其实官二爷的武器重是三十六斤 张飞的重二十二斤 再来看看西楚霸王的霸王枪 传说重一百二十九斤 我们先不要说项羽的武器到底有多重 就凭他力拔山西 双手举顶的神力 就足以配得上一百二十九斤的兵器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秦淑宝的双茧 后世盛船一对重达六十三公斤 幼士专家们经过考证得出 他每个剪的真实重量是二十斤左右 后来出土的唐朝家长末刀 重量就超过了五十斤 我们通过这个就足以证明了 古代武将的兵器 在三五十斤甚至一百斤左右 还是很靠谱的 至于一些小说演绎中说的 几百斤上千斤 纯属是艺术加工 为了突出英雄的光辉形象 完全不足为信 好了 本期的齐鲁说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古代武将的兵器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多多转发 关注留言哦